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天晨报 时间来到了早上6点07分了 赶快来关注的是西门町双十案的最新进展 警方发现居中牵线陈福祥和两名死者的仲介毒品盘商 疑似就是竹联邦尊堂副堂主陈时生 案发当晚他就已经搭机潜逃回到了澳门 警方策动他回台 遭到了检方约谈身份还是证人 现在在下面又出现了立民关键证人 到底怎么回事呢 赶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北检罚警士走出来眼神凶狠怒瞪前方 面对枪击命案必不回应 拔腿狂奔搭上BMW轿车快身离开 他就是西门町叠写交易的关键人物 案发后潜藏澳门两天遭警方策动回台 北检复权后由证人专列被告 以毒品案务实外面交保 他公称是透过陈维宇 介绍认识死者蔡宗玉蔡凯阳 在局中前线给甲卖家陈福祥 但陈福祥已死黑 吃黑枪杀两人 独吞四百万的买毒费用 陈石坤就怕这火上身 躲到澳门避风头 陈福祥这种人 不应该留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好处 他没资格在这个社会上 大声怒骂枪手陈福祥 他是死者蔡凯阳女友的舅舅夜市 关键证人 下午遭到北检传唤 并和陈石坤当庭对职 全案出现突破性发展 陈石坤照上十点半出庭还是证人 听讯三小时后由书记官带领 可以从内部通道离开 但下午检方找来陈薇宇 二度传唤陈石坤 九个小时内由证人转列被告 检方质疑陈石坤早有预谋杀人吞款 不排除联合陈福祥谋财害命 恐怕不是单纯仲介这么简单 记者李世坚温思涵台北报道